这个物理驱虫是怎么操作的 尝试过很多种 最终确定下来的就是用草木灰来驱虫 这虫的话当然是驱那种小虫 像蜜虫 红蜘蛛 这里的小虫子 具体怎么操作 草木灰的话就是像我们叫锅灶 锅灶底下那个灰 把它装在那个高密度的防虫网里边 装在水桶里面这么淘洗 然后用刷出来灰啊 倒在那个喷雾器里边 来叶背喷伞 它是一般是喷在叶子的正面还是反面的 虫子聚集的是叶背面 它们怕太阳晒 那就重点喷叶背面 那你是多久喷一次呢 有了虫害之后啊 我是高密度 高密度高频次的喷 一天喷两次 早上在八点半 下午在四点半 各喷一次 连喷五天 那下午怎么样 这样不是把虫子成功给控制住了吗 为什么草木灰能够驱虫呢 因为这个草木灰 它会在这个叶子背面形成一层灰膜 像这些小虫子它们吸管扎不进去 它们吸不动了 那就只能离开 那它在正面的虫子呢 正面的虫子 那就是像太青虫 蚂蚱气涮 它们个头大 就能够人工捉 人工捉虫就好 也就是说 正面是不能够喷草木灰的人 正面可以喷呢 只是说 草木灰对这些大型虫子的效果不好 它是针对那些小虫的 用吸管的 除了草木灰 还有别的方法吗 当然 我们网上流传了 会有很多的去虫手段 像用蔬菜汁 像臭春叶 花椒水 辣椒水 这些我都试过 有效果 但是效果没有草木灰好 那些呢就是 它只能说是临时的驱赶 但是呢 还是有一部分完强的留下 只有草木灰驱赶的彻底 所以我还是建议用草木灰 哦 明白了 就用草木灰 你打耗了之后 它基本上是没办法了 就是 还要补充一点 像蜜虫 红蜘蛛 把它们驱赶 它们要去哪 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 我的办法就是养上小鸡 就那种出壳半个月 10天那种小鸡 这种小鸡 它喜欢吃这种蜜虫 那这样蜜虫从树叶上爬到地上之后 就由它们来消灭 这些小鸡呢 只要有肉 它们就不吃菜 它们不会对这个庄甲造成危险的危害 这都属于生物防止 对啊 好好